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2月2日 恒生指数又再上升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上升是十分之多的板塊 只有零售、化學製品、黄金和貴金索 和中標珠寶有下跌的跡象 每度上升得最多的是石油和天然氣 工業方面是多的 大家很多時候可能很奇怪 為何工業會多了呢? 為何不是所謂的新科技股呢? 新科技股、資訊科技行業 今時升了0.3%左右 平均拉雲 汽車、保險等比較多 這個值得大家要留意 我們一般在這個 大家最留心以為 最可以帶動市場上升的 在今天 不是1.1的推動者 昨天他們是1.1的推動者 今天他們不是1.1的推動者 反正是天然氣、工業、射汽車等等 這個應該大家要留意 留意 留意是甚麼呢? 因為最強、最大、最好的 不是最帶動得到 當然你可以說 其他的現在跟上來了 對,要跟上來 應該要在前10之內 現在不是 所以要留心 在恆生指數期貨方面 這裏還在這裏 這個星期升了 希望去試上保利亞通道的上軸 基本上 線是好的 因為它是向上延伸 這個中軸 在這個日線圖上 它是跌下來中軸 反彈上去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問題在於 它的反彈能否持續 繼續上去這些位 若然不可以的話 它會跌下來 再下中軸 這是一個大問題 在日線圖上 後面它不是上升的 它是來這裡 稍微是 那個星勢是放緩了的 所以 對於這個星勢 我始終是有一點點的怠心 認為 大約在293至296之間 是比較大的阻力 下面的支持就是291 始終還有一句 如果再跌穿293 不是一件好事 有朋友問 中國光大 近兩天是有資金流入的 曾經一度 光大起好幾年前 是一個很多人 基本上認為是 重要的是股票 是重點之一 焦點之一 不過由於一路來講 沒有太大表現 所以過屈一年來講 以周線圖來看 都是橫行的 而這裡還有一個拉豬咀的形況 比方說 息率是3.5% PE是7% 其實這代表是一個 沒有什麼表現的股票 才有市盈率這麼低 日仙圖上面 是有一點點 是去到這個底下 反彈上來 暫時一看 就會可以去到這裡 這個位 十元區 在中國光大來講 是挺好的支持力 看回周線圖方面 這個十元區是很長時間 所以因此 這個十元區不可以跌破 跌破 就真的不太好 由於十元區不跌破的話 估計它有支持的話 所以就可以駁一駁 向這裡上面進展 首先 海泥 海螺水泥 一直過往那幾天 都有資金流出 到今天才稍有資金流入 安徽海螺水泥 曾經是很多散戶追著的股票 不過 如果我們從一個比較長線的角度看 安徽海螺水泥 似乎是有一個多大的下跌的壓力 所以如果有課的朋友 要認真留心 沒有課的就觀望一下 這裡你看到它一直是下跌下來的 日仙圖上面 更加這個跌幅是很明顯 所以因此這裡 我只是界定是一個反彈 反彈的時候 可能只是去到中軸位 然後下來的 對於海螺水泥 大家應該要細心一點留意一下 可能以前很多利好的因素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被人已經消化了 或者覺得不太重視 因為它的股價真的長期受壓 重慶基電 有朋友說 它好像六毫六買了重慶基電 問現在怎麼看 你看資金流入這麼少 就知道 成交是十分之疏落 最近 它的確是彈了上去 然後又落下來 在這一點 市盈率是九倍多 九倍多 十倍左右 息率也是低的 在這裏 它是經過了長期整固之後 有少少會上升 這個上升上升的時候 這個是周線圖上面的 日線圖上面 就下來了之後 不再上升上升 就會有到這個問題 我現在只可以說 目標只可以看 就上升 希望這些位置 如果它能夠彈上升就好了 彈不到又怎樣? 沒有法 因為這個朋友已經拿了貨 你拿了貨 它已經去到最低位 你沒有出貨 現在只可以去到這裏做 你一定就寫到指涉位 如果它跌低五毛指 你便就寫到指涉 如果它薄它 有機會上升多一點 你就上升多一點 它這個是出貨 一隻這樣 沒有什麼趨勢的股票 是比較上面 是難搞的 買了都是賺錯的 有朋友問 一隻ETF GX中國電車 值不值得過 這個是做一個電動車的 理念上面 是制得過的 因為中國的電動車 是一直會有大的發展 因此 如果你打算 有一筆資金 打算開它三五年的話 是應該一定有好的成績 中國電動車 這個ETF 在周線圖上面來到這裏 是明顯看到有阻力 158這些地方 156這些地方有阻力 日線圖上亦如是 真的會不會跌下很多呢 我估計又未必會 所以如果它能夠 將來有機會 落到132這個支持位的話 132這個支持位在哪裏呢 這裏就是保利加通道 日線圖上面的底部 這裏 那為什麽132呢 我估計它 通常會穿一穿吧 如果穿一穿的時候 就可以去考慮買 不過你現在要想著 這個要開它 三五七年左右 這裏給了什麼呢 給了一個所謂的 整體行業的發展 昨天我都介紹過 中國電動車 有三隻大的龍頭 就是吉里 有比亞迪 有長城汽車 還有還有一隻 是拿渣 那就是武林汽車 它可以 如果開起風火輪裡面 可能都會給大家 有些刺激的 有朋友問 加配醫療 配加醫療 配加醫療 我是曾經介紹過的 不過介紹那一天 很快就已經到了目標位 不過朋友說 他繼續是拿著 那怎麽辦呢 在這裏配加醫療 它是下來 去到北利亞通道的宗族 只要它一路守住宗族的話 因為你已經有了貨 你唯一一件事 你要是要止蝕 要是要等它 這個就是 就是 可以升上你的賣入價 那這個宗族 在周線圖上面 大概是25.9 因此我設置蝕位是25元 如果真的跌穿25元 它可能會下回來 這個低到那裏 去到21元 如果在這裏 它可以穩住 唯一你只要是駁它 再升上去 因為你已經拿了貨 在這點 就是在這裏 希望它可以上去 這個上中的位置 在30元或8毫子 這個位置 這個是日善途利方面的 今天推介的是石藥集團 1093 以前曾經有說過 石藥集團的好處就是 它回到A股 回到A股之後 它曾經上來之後 再跌下去 現在再去上面 這裏 估計這次是正會 是上衝 這裏保利加通道 周線圖的頂位 頂位 大致上這裏 可以去到 如果穿穿這裏 起碼先 就看之前的高位 11個多 那裏 它有回歸A股的憧憬 因此 在這裏 可能應該是 試了一個近期的低位 那這裏 就可以試一下去吸納 駁它上面 就去到 再之前的時候 去到大學 是11元的 這個 在這裏來講 看看 可以去到這裏 就是11元 11元的計法就是 假設它 升穿了這裏 這個雙頂 它這裏量度 就可以去到上晚這些位 那今天呢 就是推介到這裏 這個是以前推介股票的記錄 那接著 這個是以前解答觀眾問題 的股票那個的意見 那雖然時間有了1200 不過 都可以大約是考慮一下 這個是解答觀眾問題 這個資料 只是維持10天的 每 會到11天的時候 就會把之前那一天 刪走了 那這些就是之前介紹過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再看看 很多謝大家